记者01章嘉义报道 嘉义县长张花冠以摆变造型文明 这两年来她的爱上绘画 平时已作画自语 曾赠送日本名歌手小野丽莎画像 日前她在梅林美术馆举办的吴梅林诞生120周年茶会上 在数分钟内用粉笔画出香蕉和野猴子 展现画工更结合时事为娇农请命 邀请民众多吃香蕉 张花冠自学绘画 曾在世界博茶会现场一边跳舞一边作画 让网友们直说超狂 今年2月小野丽莎在故宫南院开唱 她则拿出偶心力写绘制的小野丽莎画像送给本人 9月她与立伟陈明文英览奸案交捂 嘉义县议员到县长官邸慰问时 张花冠还正穿着画服做画书发心情 张花冠日前在梅林美术馆用粉笔作画 只见他用各色粉笔画出香蕉树和一串串香蕉 还努力画出野猴子偷香蕉 两边腋下还各夹香蕉 画面生动有趣 让在场画家们看得直笑 张花冠说 最近香蕉价格低迷 他想到在画板上画出香蕉树 恨爱吃香蕉的野猴子 让民众们看到画就想吃香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